初中时咱学过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主要包括糖类 油脂 蛋白质 维生素 无基盐和水 它们维持着生物体内复杂而奇妙的化学变化 其中这三类 又被人们称为动物性和植物性食物中的基本营养物质 这个视频咱就来介绍一下其中的糖类 看看它的组成和性质 说到糖的概念 估计你会立马想到甜 比如这些 这些 和这些 但事实上糖不一定都是甜的 你应该没见过电视剧里试炼的女主角狂吃淀粉吧 这就是不甜的糖类 那糖的定义到底是啥呢 其实糖是多抢肌全或多抢肌酮 以及能水解生成它们的物质 你看 这就是多抢肌全 这就是多抢肌酮 它俩都是糖类 此外 因为糖类的分子是 一般可以用CNHROM来表示 所以糖类也可以称为碳水化合物 但要注意 这个同事并不能反映糖类的真实结构 符合这个同事的也不一定是糖类 比如甲醛可以写成这样 而乙酸也可以写成这样 它俩都不是糖 还有一些糖类不符合这个同事 比如鼠里糖 脱氧核糖等 所以碳水化合物这个名称虽然被沿用下来 但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了 糖的定义 你还是要看Joy 接下来咱说说糖的分类 糖类根据其能否水解 以及水解产物的多少来分类 可以分为单糖 双糖和多糖 单糖是不能再水解的简单糖类 比如葡萄糖和果糖 而双糖 则是能由一摩二水解成两摩二单糖分子的糖 比如折糖和麦芽糖 至于多糖 是能由一摩二水解成许多摩二单糖分子的糖 比如淀粉和纤维素 这就是糖的分类 然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种重要的单糖 葡萄糖和果糖 葡萄糖的结构解释是这样的 或者写成这样 关灯团有抢鸡和拳鸡 就是咱说的多抢鸡拳 然后是果糖 结构解释是这样 关灯团是抢鸡和汤鸡 也就是多抢鸡铜 这两种糖的分子是均为C6H12O6 但结构不同 所以互为同分一构体 然后咱单独说说葡萄糖的性质 首先是物理性质 葡萄糖是一种白色晶体 有甜味 能溶于水 然后说说化学性质 主要是克征反应 第一 葡萄糖在碱性加热条件下 可以与新制的氢氧化酮反应 产生砖红色沉淀 该反应常用于医疗上 检验糖尿病患者尿中的葡萄糖含量 第二 葡萄糖在碱性加热的条件下 能与银氧溶液反应吸出银 这就是著名的银镜反应 但你要注意 这两种反应实际上是 拳击表现出的性质 所以只要含有拳击的物质 都可以进行这俩特征反应 那这两类反应就能用来检验拳击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简单总结一下 咱所说的糖类 准确来讲应该是多抢击拳 或多抢击头 以及能水解生成它们的物质 碳水化合物只是沿用下来的说法 并不能真实反应糖类的结构和意义 糖可以分为单糖 双糖和多糖 其中单糖是不能带水解的 简单糖类 然后咱了解了单糖的代表 葡萄糖和果糖 葡萄糖的关灯团是抢击和拳击 而果糖则是抢击和汤击 它俩分子是均为C6H12O6 互为同分一构体 最后 咱学习了葡萄糖的性质 它可以在碱性加热的条件下 和心质的氢氧化酮反应 产生砖红色沉淀 也可以在碱性加热条件下 和银氨溶液反应吸出银 这就是著名的银镜反应 不过你要记住 这俩反应实际上体现的是拳击的性质 所以你可以用它们来检验拳击 好了 就说到这儿 下个视频再给你介绍其他几种重要的糖类 先多点练习吧